北加州台湾工商会在圣他克拉拉市军月大饭店 举行第27届的年会活动 主题是三洋开泰吉祥如意 而名为洗洋洋年会的意思 是祝福大家在新的一年喜气洋洋 过程中安排多项的舞蹈节目 现在就透过画面带您一块去看看 参加北加州台湾工商会 第27届年会的300多位宾客 聚集在圣他克拉拉军月大饭店里 现场布置的美轮美奂 洋溢着洋言新春的喜气 当天八花驻旧金山办事处处长顾正刚 金山湾区华侨文教中心主任吴玉华 副主任苏尚杰 旧金山台貌中心主任李哲青 求委员林申颖 林贵湘 沈慧 王伟 陈松 以及蔡秀美 密尔彼达市长 爱和谐等人都共襄胜举 北加州台湾工商会会长陈桃权 首先致辞表示 去年是马年 万马奔腾 充满干劲 今年是洋年 祝福大家洋洋得意 另外他也代表北加州台湾工商会 分别捐款给爱家贝 牙医医疗中心 史丹佛 儿童医院 以及华人新希望 严正中心 会中我们准备了三个礼物给捐赠给三个单位 一个是爱家贝的牙医中心 一个是史丹佛的儿童医院 还有一个就是华人的新希望癌症学会 我是想用商会的力量来凝聚大家对社会公益来多做一些帮助主流社会的一些活动 傅政康处长则致辞感谢工商会会长及所有会员支持中华民国台湾加入TPP 他并提到陈朝全会长曾带领会员前往华盛顿DC参加支持台湾加入TPP的活动 这种爱国表现让自己深受感动 而过去工商会都一直保有杰出团队维持稳定发展 受到普遍肯定 中华民国台湾 我们在经贸的生存发展方面是我们国家的命脉 对外的贸易是最重要的一环 那么对外的贸易伙伴里面呢 美国在过去也长期以来是我们对外的最重要的贸易伙伴之一 我们是跟美国的经贸关系非常的密切 所以透过美国这样的一个协助如果我们能够参与经济贸易自由区的这样一个安排的话 将来对于我们经贸的发展有非常重大的意义 密尔比达市长安和协致辞赞扬台湾移民充满创意与活力 对湾区细谷发展做出卓越贡献 他也颁发表扬状给陈朝全会长 随后现场举行包括筹奖 大合唱 以及包括旧金山 基特巴舞团 以及美国加州排舞协会的舞蹈表演 现场洋溢在一片年节的喜庆与欢欣的气氛中 台湾律师黄本出美国盛河西采访不到